台湾5月12号疫情大爆发到现在 我们来看 民进党的网军跟民进党当局 他在操作什么 大爆发之后 台湾立刻宣布要封城14天 所谓的封城是半封城而已 就说学校不要去上课了 该上班上班 但是你分流 一个办公室分两批人 大家减少碰面 但是没有停班停课 立刻网络上丢出来 民进党网军丢出来说 全世界看好 台湾只示范一次 14天里面从三级警戒 恢复到二级警戒 一下子他好感动 台湾好棒棒 来我们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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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这个厉害吧 结果呢 14天以后 又延长14天 能怎么办 因为你民党什么事都不做 不把人民看当回事啊 什么都没有啊 破口是你造成的 日本要给台湾AZ 哇好感动啊 日本人把自己 不敢打的 会造成血栓的 日本的文书 日本的媒体都公然的说 因为造成血栓 所以日本的公费疫苗 就排除了AZ的 没有日本人要打 日本政府也不敢 把它打到日本人身上 所以AZ买了一堆 不知道怎么办 嘿送给台湾 结果台湾跪在地上 感激 我们来看看 感谢日本啊 看原山饭店外头 亮着橘色灯光 用日文片甲名呈现 感谢的字样 全是因为在疫情危急时刻 日本帮忙捐赠了 120万剂AZ疫苗给台湾 而不只是原山饭店 台北101也接连跑出 好几段跑马 包含台湾爱心日本 携手前行合作对抗疫情 以及台日友谊长存等等 来表现感谢之意 日本政府提供给我们的 124万剂AZ疫苗 已经抵达台湾 谢谢这段期间 所有为疫苗奔走的 台日官方和民间人士 因为有各位的帮忙 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 基于共享价值 互相扶持的台日友好争地 原山饭店101 全部都感谢日本啊 又造了一波 带了一批风枪 这个AZ是怎么样呢 至少13个国家 还打AZ 美国也没有给AZ认证 欧洲也不打AZ 日本也不打AZ了 大家都不打 台湾跪着接收AZ 再来我们看看 到底为什么日本 给台湾124万剂 台湾缺少2000万剂啊 结果日本外相 来看看他怎么说 然后台湾人说 对啊 你怎么民进党怎么会跑去跟日本人说 台湾不需要疫苗 就AZ是烂货没关系 我们什么都没有 总比没有好吧 因为你民进党什么都不买 结果民进党竟然说 哦你台湾人造谣 要去把他抓起来 查水表 结果呢 又有人翻出来了 网友翻出来 果然日本的参议员又说了 老实话 来看看 台湾全部の方に広がっている 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台北と新北市の辺りが中心 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 そこまで近隙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 またアストラゼネカ署のものも また6月に200万回 これ大体見通しがついているよう またありましたように 台湾製のワクチンも 7月から2社で 1回大体1000万回分合わせて 万一とまさに2000万回分 ということ計画もあるので とりあえず緊急的には 100万という話が通知 是吧 是你民主党 不要脸的民主党 跟日本讲 我们7月就疫苗了 好厉害 7月就有疫苗了 没有三期人体事业 你早就算准算好 我非得一路开绿灯 我連續开3333个绿灯 给你过 我保证你过 钱準備好 约钱了 2300万人的命 也准备好了 打 所谓的联雅疫苗 所谓的高端疫苗 全部都不是 在台湾人手上的技术 联雅根本是一个 美国公司的子公司 背后的资金来源 最大金主叫做黑水 专门走私軍火 专门做雇佣用兵 专门干美国政府 不好意思 干的事情 背后是美国 正要的钱 懂得吗 再来看看 那联雅 高端 疫苗的钱 你总该便宜一点吧 你是个三个轮子的老头了 你竟然要说 我们台湾修改法律 让三个轮子的老头了 可以上高速公路去 你就玩命吧 你玩人命吧 结果这个三个轮子的老头了 卖的价钱 比奔驰 宾士 宝马 老斯莱斯 还要贵 来看看 如果依照这个合约 第一个 它的价格已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贵 第二个 它的不平等合约的条款 如果厂商证明它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 那我们是没办法跟它追偿 我们已经付的契约价金 我想这两件事情 目前媒体跟市议员的爆料 已经在民众心里面 对于这个契约的签一场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合约出来之后 其实确实社会上有很多的讨论 包含是不是买贵了 包含是不是不平等 我觉得这个 你们要好好的来追踪一下 这个舆情的发展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讲 买再贵也要买 国产疫苗有优惠价格 那再怎么样也要赔死 国产疫苗有优惠价格 大家不要昨天讲的话 今天就忘记了 最后迷脑的稍操作是 入境不普筛 病毒在台湾社会里面 传来传去不普筛 方舱医院没有 不盖方舱医院 确诊的人 在家里面等死 好不容易确诊 等到有检疫酒店了 检疫酒店里面 也是在那里面等死 因为里面也没有医生 医院的医护反应说 就这个新冠的急症 救命的药 上面不批呀 最后来一个反手杀事 台湾过去买不到疫苗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利益摆不平 每个人都想赚 有的人要赚高官的钱 有的人联雅的钱 有的人是买卖要赚一手佣金 连去年好不容易买到 三千万计的辉瑞 BNT 最后都被搞到破局 最后怎么样 终于呀 自己不买 那大陆的上海复兴说 我卖给你卖给你 不行 我就不要买 最后 郭台铭要买 也卡 南投县长要买 也卡 全部都在卡 了不起吧 我们来看看台湾多么了不起 三方合约怎样进行 呈党务之急 民间疫苗进不来 卫福部直接找上原厂 苏惠泽再度澄清 感谢民间热心 关键是政府不能确定 国外以及捐赠方 有没有货 这么说难道是破局了吗 疫苗跟口袋里面的钱不一样 第一要看 疫苗的生产原厂 有没有货 第二 他要不要卖 第三 他愿不愿意卖给郭董 按指有钱 不一定就买得到 实际上郭董一日 就已经向卫福部食药署 送出八项申请文件 当时因为缺了原厂授权书 接下来就没有进一步回应 原件疫苗采购 只闻楼梯像 背后重重卡关原因 让人物理看花 但重点是 疫苗呢 我们的政府买不到疫苗 也不接受民间的慷慨解囊 不接受郭董的五百万计 也不接受佛光山的五十万计 人民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命在旦夕 政府为什么还是这样子的 满憨拒绝所有合法来源的免费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